圣虚里的五大女神 其中一个最有心计 网友 她是女主美好了圣虚这部小说 是陈通的第六部作品 得到的关注非常之多 取得的成绩也是不小 讲述的是一个破败的世界 即将在纪念中复苏 小说的主角楚风身怀人亡之血 但背负血海深仇 走入阳间 是走最强的进化路线 然而小编认为楚风有点不靠谱 除了天资较好的优点之外 剩下的只是奸诈交换 但也因为如此楚风才 在显恶的进化路线上活得好好的 在这部小说里虽然女主没有明确 但是女神应该是已经出现了无谓 下面小编盘点一下 11111是上古的地球人 是一个天资爵士 貌美无双的人物 有着部分阳间的血统 在妖妖的那个时代 她代表的就是最强者 是位星空下的第一美人 花开之后摆花上 说的就是妖妖 有妖妖存在的地方 各路天交都无法抬头 在前期的时候 妖妖成为女主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然而现在已经死了 妖妖在后面肯定还会出现 不是复活 就是以其他手段 何楚风应该还会有着交集 2 周西周西可以说是非常有背景的人物 在周家是公主般的人物了 小编认为周西爷爷的实力 至少也是天尊神王级别的 天尊的可能性比较大了 所以周西还是很横的 周西和楚风的性格有些相同 属于同一类的人物 至少也算楚风的红颜版 喜欢自恋 古灵精怪 何楚风四之音也四恋人 很期待他和楚风再一次相遇 三 应哲仙应哲仙 就是小编属的最有心机的人物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她是腹黑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 名气非常高的绝代佳人 曾经与楚风同修 共参七宝妙述 关系变好之后又出卖楚风 有着些许争议 而应哲仙首先是非常聪明的 在几十个诛天对付地球的时候 就已经敢断言胜负难说 地球有着后手 在堕落之的一句话 就已经试探出无轮回就是楚风 说他有心机也是因为多次照灭 一眼认出楚风 甚至坑了楚风 如今再次出现 想来何楚风的缘分不浅 四 秦洛因 秦洛因是史秦的第一例人 孟古的天女情师仙子 是老古的梦中情人 也是楚风的妻子 是曾经最年轻的天尊 一代天就 然而起大统被五风子锁灭 他的一缕流魂进入太区 转生之后 何楚风有着真正的情缘 甚至有了一个儿子 他再度转世阳间 相信楚风和他的缘分并不会断绝 因为他何楚风有了儿子 甚至成为了夫妻 所以网友就说他是女主美好了 五 绝美邪灵 其实这个绝美邪灵的真正身份并不知道 小说中并没有提到 他是楚风在通天仙不所欲 战衣染续 燕美无双的女子 以一个小手段正式闯入阳间 受到天地之道的压制昏迷过去 楚风正好遇上 然后不断嘲讽其乌黑的身躯 拿光了这个绝美邪灵身上所有的东西 甚至差点大凶之兆都不放过 之后这个邪灵追杀楚风 但被楚风躲入石棺中逃生 小编认为这个邪灵 至少是天尊级别的人物 甚至比天尊才有强大很多 这就是小编盘点的盛须里的五大女神 都和楚风有着不小的纠葛 其中央则先最有心计 网友说秦洛音是女主没跑了 当然小编认为秦洛音是女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尽管现在来看小说没有女主 但是男主至少要有个正当的妻子吧